哈萨克130个民族中 哈萨克族占6成5 当地有民俗村专门让外国游客体验游牧文化 也只画在哈萨克阿拉姆图看过 马背上叠罗汉 摔跤 还是年轻男女弹琴耍花枪 都完全没有难度 哈萨克族又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 观众看完马术 也一起下场跳传统舞蹈黑走马 哈萨克族的音乐 音乐是非常关键的 韩国人和韩国人 和语言很关键 所以我喜欢 当我听到音乐 我感觉我知它 香港旅议会考察团来到 宫尼民俗村 体验哈萨克文化 品尝新鲜出炉的炸面包 巴尔萨克 喝一口麻奶酒 又参观哈萨克牧民住的传统粘房 用纯木枝和羊毛粘搭建 民俗村开业14年 今年表演的门票 大约每人收22000间歌 折合大概300多港元 吸引不少外国旅客来体验 民俗村负责人说 今年已经接待 16000至2万名旅客 更加要加场应付人流 民俗村这里也有提供住宿服务 全村有7间房 这些房间墙深是水泥 设有地暖 房间内也有空调 还设有洗手间 旺季淡季的价格 划一 5万间隔一晚 折合港币大约800块 住客看表演可以半价 两名游客一晚住宿 加上看民俗表演 大概需要1200港币 无线电视记者叶子化 在哈萨克阿拉木图报道 入手中 高峰 入手中 内部 在沙满 入手中 迅速 入手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